Kaloha 不少人喜歡來韓國 都是因為喜歡KPOP名聲 今天就和大家來到 雲大入口站的4號出口 旁邊這裡有個AK Plaza 這裡二樓有間店是迷妹的天堂 有手燈、專輯、周邊 甚至photo booth 通通都有 粉絲們千萬不要錯過 一入門口已經被這個手燈區吸引了 大大小小的手燈真的超級吸精 如果大家不知道什麼是手燈 我就簡單解釋一下 手燈就是當偶像表演的時候 粉絲就會打開手燈 為航星打氣 製造一片燈海 場面相當震撼 而且每一個組合的手燈形狀 和顏色都不一樣 所以看到這個手燈區 真的很驚訝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你喜歡明星的手燈呢 看完手燈就會看到有不少簽名的專輯 大家來到的時候 記住眼看守勿洞 之後就會見到有個大型螢幕 今期就是宣傳組合Stacy 不斷播放她們的相片和片 不少粉絲都會專門來這裡打卡 而旁邊這個小圓桌就放了一些電池 給心買手燈的人查一下有沒有問題 繼續走就會見到Apink的corner 除了專輯之外 亦都有不少周邊商品 我們再走入多一點 就會見到一個photo booth 可以把自己喜歡的相片 做成手機殼 或者手機器箭 而旁邊這一部呢 就是做Name那一部 再過了一點 就有一些頭褲啊 公仔等等 可以給大家拿進去拍貼紙相 如果在門口已經見到 有自己的心水手燈 就可以在這裡找回自己想買的組合 基本上很多都有貨 眼見有Twice 宇宙少女 Oh My Girl等等 除了女子組合 怎能少得有男子組合呢 還有Shiny和BTS公仔 講起BTS 怎能少得有BTS21呢 全部都是由BTS成員 和Nine Friends合作 直望還會見到有一間cafe 走到累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裡坐下休息一下 快點我們就走到專輯區了 專輯的種類非常齊全 首先就可以見到這些迷你專輯 這款就是用電話App去播放 一個以往的光碟專輯 不少SM公司的Artist 都有出這類的專輯 細小隻超級的色 而且還有一條鏈子 掛在袋裡做飾物都可以 當然不少得有這些傳統的一本本專輯 這裡已經分好了Solo 和男女組合 而且很久之前出的專輯都有 這本Viu.iu的專輯就是2010年的時候出的 竟然連13年前的專輯都有 大家可以一起在這裡尋寶 竟然竟然還給我見到B2B的專輯 實在太興奮了 最新的怎麼少得有New Jeans呢 之前和非天小女景Crossover 這個實在太可愛了 這裡不僅有KPOP明星的周邊 還有Pokemon 小新 牛奶妹珍品等等 連Sanrio系列的卡通人物都有 適合一些沒那麼喜歡KPOP的朋友仔 如果想知道韓國有什麼特色店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還有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拜拜 拜拜